第十六任正副总统就职国宴 昨晚是在台南福尔摩沙游停酒店举行 这一次国宴首度遗失台南 总统赖清德感谢各国元首外宾 带给台湾坚定的友谊跟力量 520国宴席开将近百桌 八道主菜融入来自22县市的食材 又让贵宾品味台湾在地美食的美丽 金曲歌王谢明佑演唱《恋恋大猿》 为台南国宴带来开场表演 政府总统就职国宴 今年首度遗失台南 在福尔摩沙游停酒店举行 总统赖清德致辞时感谢五百多位 友邦元首贵宾和各国使节代表 参加他和副总统萧美琴的就职 你们所捎来的不仅仅是祝福 你们还带给台湾人民坚定的友谊 也带给台湾社会力量 非常感谢你们 国宴首度在台南登场 赖清德也表示 外宾搭高铁一路由北向南 透过车窗景色变化 了解台湾富含文化多元 景观多元的特色 此次五二龄国宴席开进百桌 共有八道主菜 菜色融入来自22县市食材 搭配台南在地东山咖啡 与珍珠奶茶 冰淇淋等甜点 要让宾客品味台湾美食魅力 我们选择台南举办台湾的国宴 除了刚好台南建成四百年之外 我们也要展现新政府 在未来台湾的建设上 能够达到均衡台湾的目标 让处处都可以安居 人人都可以乐业 回国家人 回国家人 不过就在国宴会场附近 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集数十位民众 快闪举牌抗议 要求赖清德立刻停止燃煤发电 让核能成为机载电力 还怒批民进党养绿蟑螂的非核政策 让台湾陷入可怕的停电黑暗 恐怖期 抗议时间约三十分钟后平和结束 记者温正恒这位任中间纲正合报道